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听Billy巴拉托 我们作为小股闻 其中一个梦想当然是投资的回报 最大化 赚到开项 买一只股票赚几百个百分比 买另一只股票赚几百个百分比 然后滚雪球滚下去 最兴奋 但是一个比较务实一点点 不只是发梦的一个目标或者愿望 至少是长期的回报能够跑赢大市 但是你发觉其实是非常之困难的 为什么呢 既然如果你不相信一个Mutual Fund 或者是Hedge Fund 当然其中一个是因为手组费贵 但是你不相信他们能够跑赢大市 以至到有不少人已经买了ETF指数基金的话 为什么你又会相信你自己能够跑赢大市 或者为什么你会相信那些Mutual Fund经理 他摇身一变在电视机前面 化身为一个财经演员 他建议你买一只股票 那只股票有能力跑赢大市呢 为什么你会相信这件事呢 这件事会不会自相矛盾 这件事会不会纯粹就是你一厢情愿呢 那么在业界里面其实是能够计算到 究竟一个Portfolio是不是真真正正能够跑赢大市的 那么你将他所有的回报来到去Compare 一个长时期的回报 Compare to这个Market 那么究竟他是不是Significantly 这样来到去跑赢大市 还是实际上纯粹是Average呢 那么这个第一点 同时间就是究竟他的原因背后是为什么跑赢大市呢 是他的组合本身 他来到去剔多了一些风险 来到去因此跑赢大市呢 还是他真的选择某一个行业 举例就是今年如果你买这个IT股 你发到开行你就跑赢大市了 但是如果你Compare toIT的Index本身呢 你又未必跑赢大市了 还是你在IT业界里面都跑赢大市 因为你选股能力高 你买Amazon这样 那么你就跑赢大市了 这样业界里面已经可以做到一个这样的分析 来到去研究为什么你会跑赢大市了 问题就是呢 他未能够develop到一个很solid的theory 是帮到不同的投资者来到去必赢这个market 而且是惹惹中那种的一些theory 这样所以呢 其实你看到譬如巴菲特去赚很多钱 也都很多人来到去讲他 为什么他会赚这么多钱 有些什么艺术在背后 或者你会听到很多坊间有很多股神 包括买比利巴拉虽然我不认我自己是股神 但是呢 又去suggest你做这些做佬这样 但到你实际上做的时候呢 你自己呢就头头碰着 那究竟是发生什么事呢 原因正正就是 可以找到这些这样的人 或者找到这些这样的人 为什么会赚这么多 但到你自己repeat的时候呢 他不能够develop成为一套theory 或者solution 或者equation 你能够去follow到的 其中一个比较容易follow的一个model呢 就叫做momentum model 这个不是一套theory来的 纯粹是一个data analysis 发现有这个现象 什么现象呢 就是假如我将这个美国最大的1000只股票 Russell 1000的所有股票 来进行一个分析 在过去一年 他那个的上升的momentum是大的话 这样呢 他呢 未来那个月的回报呢 升的机会率就会高 假如是 反过来 momentum低过去一年的话 那未来一个月升的机会就低 甚至会下跌 于是呢 有人呢 就将一个的 这个theory 这套的现象 变成了一个指数 这样他就将 这样他就将 美国 Russell 1000的所有股票 就进行一个analysis 假如 头的三分一 333只股票 momentum是高的话 那他未来一个月就持有 如果那个momentum是低的 最低的333只 那他就short sell 于是呢 他每个月都是这样不断的renew 过去一年的数据 然后呢 就去rebalance 最高的333只 最低的333只 这样 然后呢 就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统计 由1927年 做那个统计做70年 做到2007年 他发现呢 哇 真是赚多很多 赚多11个percent compared to Wassel & Dow Jones 美国 S&P就得500只股票 他就做191千只 似乎都挺solid 虽然 大家去研究那个index的时候 都答不到为什么 那唯有呢 就是推测那个现象 可能就是呢 哦 原来呢 股票不纯粹 只是看到一个period 他的回报 独立地看的 他真是有个气势当中的 这个气势可能就是因为 投资者是见高摆见低踩 就是好像买屋那样 哇升啊升啊 继续垂下去 哎呀跌就缩了缩了不要买了 这个其中一个可能性 第二个可能性呢 就是怎样去react to 那些news 股票可能没有 我们想象中 那么efficient的market 于是呢 很多投资者 过分overreact的时候 那股票就扯高了 一刻之内扯高了 那之后到那些 投资者回复回理性的时候 他就会慢慢的momentum 跌回来 那第二回合就是 一个good news出来 但是投资者未react到 underreact了 于是他就慢慢升上去 那这个就成了一个momentum 这样解释不到 只是估计这些可能性的现象出来 但事实就是 他找到这个数据 他能够必赢 这个美国的指数 11% 这个又是一个事实 这样呢 于是呢 有基金公司呢 就来到去尝试 推出一只 完全follow 这套analysis 来到去造成的 一只news 那么他发觉 有了些头痛位了 就是第一样东西 那么他要 1000只股票来进行analysis 其实这个就不难了 但问题就是 你要同时间买333个股票 又买333个股票呢 那么 那个transaction cost 很高的 而且 你每个月 rebalance的时候呢 那就是每个月 都有很大额的 买买买买买 那同样时间呢 亦都是 transaction cost 还有呢 跟随下去 投资者的tax taxable capital gain 是非常之大 于是他就改了一点 他就说 好 我不一个月rebalance一次 我三个月rebalance一次 同一时间呢 newsufund有很多regulation 就不让他缩售 于是呢 他纯粹就是launch 只是买头的333个股票 同一时间三个月才rebalance一次 这样呢 回报应该都不差的 于是他就launch了出来 尤其是1927年之后的数据 他经历过 经济大萧条 二次世界大战 石油危机 八七年股灾 科蒙股爆破 都可以禁止solid的时候 应该实识无痴牙 结果 这个就成为了一个业界的 未至于是笑话 但一个非常之要take it serious 的一个case study 因为他launch的时候呢 就是08年 预阵金融海啸 第一年的回报呢 就是跌89% 89%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你投资100元 他仍然在11元 11元呢 你就算给多70元时间 你升上100元呢 要赚9倍呢 你才升上去嘛 这样呢 于是呢 就 奶到一锅足 那样 这个情况呢 业界呢 他就来研究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可能呢 过去这么多年都ok 为什么会有一次这样呢 就好像这个福岛海啸 那样 所有东西 比如核电 计算过很多东西 就应该是很安全的 但是你遇到一个百年难遇的一个海啸 他不是地震 但是他trigger到一个这样的核爆 那你就真是赔爆装 那这个是业界得出来的唯一一个无奈地的conclusion 而我自己去想的话呢 就是这个纯粹就是based on一个price的 一个market driven的momentum 那我自己personal相信 或者我以前都有讲过 根据一个股票怎样来定它为好 定它为坏呢 是根据那个earning 就不是根据那个market driven的price 那可能呢 这个呢 就是它的那个死因 但是呢 in conclusion 就是呢 你要active的management 长期来到about fairfetch 是非常之困难的 那就算有人呢 来到去教导你 就算你看到有人呢 你proven到是真的长期跑赢 他也都未必能够教导你 能够repeat the same thing 那今天分享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